老花一美瑞一达 回答一下臭牌的羊问题 第一个臭牌就是西柴树 不嘎也不长个 很多花友可能看着这个名字好听 什么发财树 西柴树 幸福树 平安树 买了一堆 结果不会羊 你要这个臭牌 这个西柴树之所以不长 还是因为缺肥 明白了吗 再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盖它一个什么点呢 它们喜欢在春秋天的时候长得快 大部分的多肉和多姜植物 它们的生长季都在春秋天 还有兰花多肉石虎类的 都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是不是你们家里边过分的热 过度的恒温 所说的略微冷凉 尤其我们穿这种衣服 是刚刚感觉OK的时候 而不是说很冷的时候 你下霜了一打 它也容易冻坏了 明白了吗 可以表面的盆土松一松 适当的来一些肥料 而且养多肉的 大多它都是不吃肥 不想让它长大 就是想让它有那种古朴的感觉 几十年如一日的 就在一个小盆里面 不过花手你要看你自己 可以换一个略大 明年春天 换个略大一号的盆 加一点点的肥料 就会长大了 下个猪宝说 茉莉花怎么了 根部也没烂 你这个是个龙土猪 还是个茉莉 你说是茉莉 枝条都枯萎了 这那那那的 你应该是好几颗的在一起 一直跟花儿们说 你养花的时候 现在养单个足颗的 你如果说好几颗的在一块 会出现什么情况 相互之间增强养分 就给你打个比方吧 你娶杀媳妇 那么三个有可能打起来了 你看我真还转 你那个艾飞就嘎了 为什么嘎了 可能被别的艾飞害死了 一个道理 它不是根不烂没烂 没毛病 你的艾飞也会让你 另外一个艾飞有毛病的 下个猪宝说 蝴蝶兰蔫了怎么回事 该浇水了亲爱的 谁跟你说 谁跟你说的蝴蝶兰就不浇水了 要浇水的 就是不积水的情况下 略微多那么一点点 没事 就是可以该浇水了 就缺水了 就缺水了 好吧 下个猪宝说 茉莉花总卷了八肌的 你看刚说完那个花雨的茉莉 你这个茉莉就来了 它好几个在一块 它肯定卷了八肌的 你要当皇上 我估计你的后宫里边 天天就乌烟瘴气的 天天打都捏了八肌的 一个道理 就是缺光缺肥 还有一个就重生 它本身就这样 如果说你有足够的有钱 足够的条件 是吧 你每个艾飞 给的都很多 你有八个腰子 他们肯定就不会找事了 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好吧 给足光照 再给上肥料 大阳光大水大肥 它也不怎么找事了 下个肉宝说 枝子擀细 叶子又酥 正常吗 你能养成这样 就已经比较哇塞了 也是喜欢大阳光 大水大肥 光照给足的情况下 水肥跟上 它就会长得密一点了 然后如果过分长 可以修剪 让它憋壮 懂吗 好了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有其他两个问题呢 可以视频箱留言 我是老花一 眼花七三一 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